再给大家分享我的美兜 美兜 其实美兜也很好打理 很好管理 只是它要做水 温度嘛 冬天不能低7度以下 如果要是冬天低7度以下 你尽量就是要少一点水了 你看像这个小苗 是移植出来的 有一个不是很好的杆子 我把它剪出来 刚开始是用水 冬天吧 那时候是用水装在瓶子里 但是我这个杆子是没有冻到水 因为冬天要是给水的话 它就很容易腐烂 所以没有冻到水 只是有湿气 等一到开始春天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逐步让它的底部 稍微冻了一点水 它的根很快 天气一热很快 它的根就长得蛮快的 很长了 差不多有两三寸了吧 我就把它移植到盆里 现在是它现在长出来的小苗 其实这棵也是 这棵是男友给我的 来的时候呢 就是这么大棵 但来的时候是冬天 所以它没有动静 等一到春来的呢 我是肥水跟得上呢 这就是半年的时间 它已经长得这么大了 其实它蛮快的 就是说你那个温度够的话呢 它繁殖的很快的 像这个美兜 这个美兜基本上是没有停过开花 它是一节节往上去的 这已经开了第几锅了 好像圣诞也 圣诞之前开过一个杆子 其实我这盆也已经分了盆的 这个是圣诞节 圣诞节那时候开过的 开完之后我就已经分了盆 现在它是长势也蛮好的 你们要看一下 今天下雨下的蛮厉害的 这水蛮多的 我等会呢 要把它给抹干掉 因为下的雨大呢 就容易水浸得 浸得夜心 基本上呢 美东呢 是不喜欢有叶子里面藏水 如果要夜心里面藏水呢 它很容易腐烂 这个美豆 就已经开了有 我看一下 开了两个多月了吧 还在开 还有花 满直的拥有了 我现在的美豆 很多都已经有花苞了 这像这盆 已经有三四个花苞 这个也是 这个前段时间开过的 我估计是会视频里讲过的 但是已经开完了 我没有去捡它 现在这个又出来了 美豆就是喜欢泡水 做盆 有水 是用盆 里面有水的 好了 我视频就讲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请多加关注 我们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